好嘞 谢谢 走 我已经把它包进来了 定的时候没想到有这么大一树 还没有写片 这是我自己写给自己的话 今天 找个花瓶 布置一下我这个 虽然很少回来的小件 因为 我买的 流声机 今天终于到 我感觉 我身上的衣服还挺配 巧合 感觉还不错 为什么突然买这个呢 因为 我有个朋友 给我借了一张黑胶 我不想光让它摆着 我想听一听 它到底是什么内容 于是 我就买了一个这么一个成品 让它把它放在家里 这个就是塔斯莫的黑胶 那我们今天拆开听一下 好 接下来我就把花插上去拿花瓶 这是我平常的文具袋 准备好我的剪刀 有没有看着就很开心的感觉 感觉就现在家里这个氛围就特别好 很浪漫 所以我想要化个妆 然后 和新的这个浪漫的环境合照 在这个 看铁会好看吗 会 拿出了准备的家屋 哎哟哟 完工了 我的妆容跟它配吗 我把灯打开了 因为这样我觉得红色的头发 可能会更显一点 接下来就到了我最喜欢的 take photo 因为灯光和妆容什么都比较好 然后原相机可能就会照出这个 就是图片更真实的色彩 然后 可以可能会更好看 这是刚刚炸的妆容 是不是还挺好看的 ok 我今天的这么一天就分享到这里 就是大概一个日常要经常去想主意去享受生活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分享给你们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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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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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